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话听起来比较绝对 但是不得不说 这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以前一说到出轨 往往大家都会觉得是男人的错 如今女人出轨率也很高 一般背叛婚姻的女人 多半原因是因为自己的丈夫 还有的是因为婚姻平淡 没有激情选择出轨 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 女人有了婚外情以后还会收回本心吗 恋人笔记中有这样说道 任何不幸都是可以承受的 天下没有走不出的困境 对于婚姻来说 就像是走不出的困境 只要遇到背叛才会迷茫与不安 婚姻中 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互相信任与尊重 背叛的人很难被人理解 也不会得到一个好的结局 那么 女人被判婚姻以后还会回归自己的本心吗 男人最后还会被信任吗 现实生活中 女人出轨多半逃脱不掉金钱与激情 还有男人对待我们的态度 男人出轨往往是新鲜感在作祟 女人出轨往往是爱上别人才会有这种选择 女人在婚后出轨的几率可以说是非常小 多半都会一门心思地投入家庭中 一旦出轨 多半都是自己深思熟虑过后的决定 在主观意识上不想发生 但是在某种情况下 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最后慢慢越陷越深 想改变你已经来不及了 下面 一起来看看两个女人说出的心里话 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一 李女士 我当年出轨其实与丈夫无关 是自己受不了婚姻中的寂寞与孤单 温暖与丈夫结婚四年 结婚后我们两个人分隔两地 因为工作的原因 因为还没有稳定 我不愿意为丈夫生孩子 婚前我们就分隔两地 以为结婚以后就能在一起 可是 往往想象的没有那么好 一周见面一次 到周末了匆匆离开 这种生活已经过够了 我非常羡慕身边的夫妻 那才是生活 那才是过日子 当我问丈夫 这种生活要什么时候才能改变 丈夫只是冷冷地回答 不知道 生活在一起都感觉没意思 也是因为这句话 李女士对丈夫已经死心 因为她知道 这份感情要是继续 委屈的会是自己 所以 李女士认识了一个男士 两个人每天都能见到 慢慢培养出了感情 后来 丈夫也发现妻子异常 李女士也告诉丈夫她喜欢上别人了 两个人最终离婚 所以 女人有了婚外情 是因为丈夫的不在意与没有安全感 二 赵女士 孩子出生后独处时间变少 赵女士今年34岁 与丈夫结婚5年 刚结婚在一起 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与恋爱时的状态一样 身边的朋友 包括家人都非常羡慕 但是 孩子的出生让两个人的感情慢慢变淡 也总是因为孩子的事情吵架与发火 夫妻之间独处的时间慢慢变少 当感情出现问题以后 决定把孩子放到婆婆家 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很难再回到以前 赵女士于是找了一份工作 工作中认识了新同事 并且 新同事对自己非常有好感 知道自己有孩子 还是进行猛烈追求 于是 赵女士慢慢开始心动 时间长了 发现自己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家庭中 同事对自己的态度也慢慢转变 这时还是感觉自己的丈夫好 所以 赵女士恳求自己的丈夫原谅 结果 老公不肯原谅 最后两个人离婚 其实 婚爱情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有的时候会让我们上瘾 同时也戒不掉 也许当对方真正把我们抛弃了 才会收回本心 但是 我们对自己的另一半 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 结束于 婚外情是一件毁三观的事情 但是 我们每个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是控制不住的 女人一旦有了婚外情 并非全部回归不了本心 只能说我们需要因人而异 但是 往往给伴侣带来的是极大的伤害 如果有这种想法 其实就是不爱的表现 还不如趁早离婚 这样不会伤害到别人 也不会伤害到自己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